在世界多国领导人抵达秘鲁参加APEC会议之际 立马街头也爆发了多起的示威 其中在距离会场不远的一处抗议 还跟警方发生了近距离的冲突 将外的诉求包括拒绝大国 只为了私立跑来投资 还有国内的犯罪问题日益严重等等 在APEC会议举行的期间 主会场周围出现了抗议人潮 高举步调表达他们的诉求 抗议民众和证报警察爆发激烈冲突 还有人试图冲撞证报 的群众拿东西朝着警方垂打互相推挤 一边咒骂 还有示威者痛骂总统伯迪娜是凶手 他们选在APEC会场附近 将最近一连串街头抗议 以及工会罢工等跟政府的对抗战线 再扩张力道 接此让全世界看见他们的诉求 其中一个原因是过去数星期 立马因为犯罪 此外这次数位群众中 有部分是为了一群在2022年抗议中 遭警察杀害的百姓寻求正义 当时他们对前总统卡斯蒂优遭罢免 引发全国多地抗争要求继任的 伯迪娜下台 以及修法提前大选而爆发前抗 当时有60人死亡 在跟警方的冲突中 赌人挂彩带头抗议的几个工会 表示不会就这样算了 十四十五天还晚了 西马街头部平静 警方危安高度减备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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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预防御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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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续续续续续续 预防御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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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御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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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